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在大城市打工生存 连租房虽然免假 但是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各社会关注的问题 来杭州打工的陈女士在租房时就遇到了惊心一幕 回头想想这次经历对于她来说真可以说的是终身难忘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陈女士今年已经38岁了 老家是四川绵羊的家里务农为生 来到杭州打工想赚钱铺贴家用 陈大姐选择居住在比较廉价的民房中,房东把房子一搬,都租给外来打工者,里面有十多户人家,有一天陈女士睡着之后,感觉有人闯了进来,惊醒以后发现是隔壁的老王,其身上只穿了一个裤衩,陈女士立马呵斥老王,老王却把门关上,捂住陈女士的嘴,让其不可以喊叫,然后蹲在门口。 陈女士因为害怕,先没敢大声呼喊,之后老王把陈女士推到床上,一把抱住,当时陈女士吓坏了,哀求男子不要乱搞,并且开始大声呼救,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正脱开来,期间没有任何邻居敢来帮忙,陈女士正脱开后夺门而出选择报警,在这期间没有邻居出来帮忙,直到值班民警赶到后,陈女士才松口气, 没想到第二天老王就被放了出来,吓得陈女士不敢再住在这里,因为陈女士感觉自己的经历很委屈,所以找到了记者,记者找到了当事人老王,老王说当天喝了点酒,然后迷迷糊糊的就到了陈女士家里,而陈女士家里的房门没锁。 陈女士则说,当天夜里自己是锁门之后才去睡的,陈女士再次找到了公安机关,民警则说会在调查后,给陈女士一个说法。 小编想给大家提醒,人在外地看,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,睡觉记得确认门窗情况,以免发生意外,尤其是独居女性,人身安全很容易就遭到威胁,而在这次事件中,邻居没有一人来帮忙,不知道是城市那么空,还是人心那么空呢? 对此,你怎么看?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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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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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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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